刚刚聊了李昂很多 国外啊 包括到健老院去演出 这个有没有演出的时候 遇到一些个突发的状况 其实你要说 我遇到这个舞台事故 在哥斯大利加 就是两年前的事 春节的一个晚上 底下有一千多的华人 还有老外 当时话筒没事不说 灯都不亮了 全场停电 我在那儿啊 正准备了在那儿 准备准备准备 砰 黑了 后来我们导演马上上来了 就喊 李昂 李昂 快上 快上 这时候应急灯就开了 我说我上 我那准备的什么呀 人体悬浮 都是大魔术 我突然脑子一转 变戏码 因为停电呀 乱乱呼乱乱呼 然后我就这样 我说 后面的朋友 你们能听到吗 一般的话 你们在那里鼓鼓掌 我不敢鼓掌 一鼓掌听不见我说话了 我说 这个节目是魔术 导演特意安排的 不能有电 当时一说 你这也好 底下观众 我说一来电呀 就穿帮了 演过两行了 然后我就上去演 演完一遍 那导演说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又演一遍 演完一遍 又演一遍 我那会儿当时变钱 给一个人变完 给两个人变完 给两个人变完 给三个人变 我给他变完了 我兜里边拿出一份去 给他变完拿出一份去 比如说一百块钱 我给人变两百块钱 我赔一百 变一个赔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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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变四五个 我自己赔四百 最后是实在是扛不住了 来电了 我又说了句话 大家又多乐了 我说来电了 我要下去了 我再演戏穿帮了 第一个观众 又把我送下去以后 最后一节目 传底 我演了一个 中国的大戏法 演了一个西方的大魔术 当时这个观众爆棚了 当时就 既然你现在是 这么成熟的一个演员了 有没有再往下去 传你这些记忆 今天我也带来了 我最小的徒弟 好 掌声我请李洋的弟子 欢迎 这么小 大家好 我叫李千宇 我今年四十大了 李千宇 我是你什么人 李洋 他是李洋 他是李洋 你平时管他喊师父吗 爸爸 爸爸 这是我女儿 你跟爸爸学戏法吗 学 你喜欢戏法吗 喜欢 那个给我们带来一个节目吗 三千龟洞 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的李洋的千金 给我们带来的三千龟洞 好 有请 这叫什么呀 三千龟洞 三千龟洞 我需要两个小插把 和上个小黄球 拿起来这个小黄球 站在手里 看这个往来 扩上我的 而且这个往来 扩上头 一个往里一个 接这个 等着说 进 打开 两个 再扩上 这个往里两个 再管一个 还有马路 你说进 打开 看 我第一次特别近距离地看 对 其实这个 近距离地看 对 我第一次 这个三千龟洞 其实我看过很多次 但是这么小的一小朋友 能完成这个节目 我觉得真的是太不容易 因为我女儿演得不全 所以我给您展示展示 其他的玩法 好 对 您仔细看 怎么没 这不潮不湿 飞朝不走 一师一朝通灵性 您看好 手前手后 五指漏缝 十指漏开 拿起来一个球 转手里一个 两个 三个 一二三 画个十字 走 没了都不算 您看 我离这么近 这都不算 这个球啊 能从这肩盘打进去 这肩盘拿出来 叫二郎单身 前面肚子进去 后边几两骨出来 叫隔度传单 脑袋进去 嘴里出来 什么呀 叫攻击下蛋 手指没有 拿起来一个球 您看 转在手里面 进 进去了 您看 一转 这都不算什么 您看啊 我这次这样 把球钻在手里面以后 我把手背后的去 从脑袋打进去 嘴里面吐出来 您可看好了啊 手前手后 交代轻住 拿起来一个球 钻在手里面 不动 这手背后的去啊 看好 进 这叫童虎底漏 说那个球在哪 您仔细看 说一个两个 三个在这放着呢 哎 拿起来 一拽 你看 说进 打开看 哎 没有 没有不怕 扣在上边 画个圈 一抓 进 哎 其实这样子啊 看这球小 在手指上里面 转 随便一个球啊 你看 把这一个球 你看 转在手里面 一吹气 就没了 哎 一转 你看 又出来了